简单难度的地牢它终于来了 放着水游2021年8月4号到8月10号的宁静之地地牢攻略 本期地牢是沼泽地牢 地牢的基本重要信息都在我的地图上面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 我的地图很大 请你们忍一下 本期地牢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官方标准的难度就是简单难度 进入地牢之后直接往左走去拿钥匙 这地牢我感觉最主要的还是有这个炫彩翼龙 咱们第一关是这个满击牛龙的关卡 这个牛龙没有任何的buff 移速和体型都不砸地 打他们 有手就行 有一个小技巧就是靠墙一边退后一边打 他们是顶不到你的 打完这关就去地图下面的钥匙 这里的话就直接略过了 当然如果你不会通过这个陷阱墙 那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在墙的前面看个五六分钟 然后你就掌握了他的规律 还不明白吗 来到起始点 直接打开地牢门 来到下一关 这关是兵蚁加熊蚁 要优先击败打熊蚁 然后再打兵蚁 反正直接拿到砍就行了 非常简单 打完之后往下走 这里是接地坊的孔雄 当机可以进入房间之后立马退出充进 充进游戏之后就可以判定你通关了 学废了吗 正常打咱们拿buff 随便打就行 反正一次只刷一只 地图的这里是擎龙 也没有什么难度 拿流星锤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套住 然后用buff打头 基本是一发一只 嗯就你是吧 嗯你过来 哼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地牢所有的怪物关卡都是满级的 并且还非常简单 这可真不错呀 最后就是双几龙加综合的关卡了 别看这个双几龙在地牢也看起来很大 如果你把他的芯片复活之后 你就会明白 他其实还是个牙签 这关用在地牢放着优品保健里开出的平底锅 一敲就晕 然后还不是随便打 最后就是本关的boss了 boss的话是银背大金刚 打法的话就是开去进房间之后 往右三角跑 在这里有一个大石头和一个大钟 在石头和大钟的连接触 其实是可以直接走进去的 进入石头的内部 金刚打不到你 你就可以随便调整位置 然后打他 这个位置的话 我说一百遍 还不如你自己去探索一下 大家可以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站位 然后来打这个boss 本期地牢有手就行 我是一只长毛呢 希望我的视频对各位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